印度政府星期三提出 2023至2024财年国防预算 达到5.94万亿奴比 折合约5,700亿港元 比上一财年的初步估计增加了13% 印度财政部部长西塔拉曼说 将撥款1.63万亿奴比用于国防经费支出 包括采购新的武器 战机和军舰等军事硬件 2.77万亿奴比用于军人工资 1.38万亿奴比用于退伍军人养老金 印度的大部分武器进口 仍依赖于长期合作伙伴俄罗斯 其他供应商包括美国、法国和以色列 西塔拉曼说 政府努力推动在军事产业自食其力 国内采购将增加10% 达到68%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 印度是世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 总理莫迪近年大幅提高国防预算 以便实现军事现代化 而且还大力推动军事装备国产化 外国传媒报道 印度增加国防预算 是为了应对日益强硬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中国 自从中印士兵2020年 在边境地区爆发军事冲突以后 两国关系变得紧张 印度一直试图和中国的供应链脱钩 除了与中国存在边界领土主权争议 印度还与另一个邻国巴基斯坦关系紧张 路透社引述新德里防务专家贝克拉分析 印度增加国防预算合理但不够 因为军事现代化需求巨大 鉴于中印在有争议边界地区的摩擦增多 相关地区需要更多国防资金 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学者分析 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新的国际安全局下 大幅增加军费 印度自然看莫能外 西方传媒炒作《印度增加国防预算》 是为了应对中国是一种惯性思维 也有意见认为在近年的印度军改中 印度空军和海军都寻求获得更多支持 所以军改若要顺利推进 肯定要在预算方面增加投入